好 學員們開始進入第四季 當然法人要拼年底作戰行情 小白要怎麼拼 可以讓自己今年逆轉勝呢 文恩一塊來看 就剩下第四季 有沒有辦法第四季 把前三季不爽不滿的地方 把它拼回來 當然是有絕對的機會 我怎麼講都沒信心 有機會 各個沒把握而已 人人有機會 那麼這次我所帶給大家 投資組合是一個比較攻擊的 一個比較防守的 那第一檔是二三一七的大同 不是 二三一七是紅海還不錯 二三七一 二三七一大同 你看怎麼兩個命運差這麼多 你要買就買大同 拼什麼紅海幹嘛 紅海不會動 這個我也滿意外的 你覺得它現在OK了嗎 那基本上 如果說你去查一下它基本面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它在電動巴士 已經開始慢慢的出貨了 未來還有電動的一個所謂卡車 那你知道政府的決心 在2029年 決心就是嘴巴講講而已 2029年的話 我們台北市所有的公車 全部都要換成電動巴士 是有這個機會 仔細觀察它的一個所謂毛利率 真的是往上做一個成長 而且營業率的成長 更重要的一個重點 大同大同 已經虧轉盈了 那我現在我比較好奇的地方 講完基本面 你大概沒什麼興趣 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我很少看到 股價在上漲的過程當中 它融資不斷的增加 這是不合理的 這為什麼是不合理呢 正常而言 股價上漲 融資一定減嘛 因為大家是用融資買進 只要有賺錢 腳底抹油快跑 大家不像慶儀做長線的嘛 如果是腳底抹油快跑 尤其你看這一根黑K棒震盪的時候 融資還在增加 你不覺得這一批融資 真的是有備而來 所以說這也許是特定人士 認為它的未來的前景 還非常非常好 所以說融資的一個買進 那同樣的 你也看到融券大幅度的增加 那當然就是阿呆 這標標準的阿呆 而且站在實現之上 而且三大反而是站在買方 所以說我認為這檔股票 可以特別留意 那第二檔股票的話 則是比較不是衝 比較保守的 基本上慶儀 我問你光保科做什麼的 光保科我也不太知道 光保科是做什麼的 他不知道 他什麼都做 包括電源供應器 包括LED 包括雲端 包括所謂的物聯網 他都做 那麼他的股本是高達 將近有235億 而且他代表是230億 你就知道他有多偉大 很倒牌的公司 然後你可以發現 他苦恰也形成了突破 而且法人已經開始出現 轉賣為買的夜水狀況 所以說他應該是屬於 進可供退可守的標的 為什麼呢 最近有什麼亮點 就是因為手碼開始開始買了 對 如果說你仔細觀察 他的財報的部分的話 其實他上半年的EPS獲利 已經創下歷史上面的一個水星高 而且在車用的部分的話 也開始發光發熱 所以說行程突破 法人站在買方 留意他回測 三日移動平均線的機會點 OK 好 所以剛剛那時候 比較從這個比較保守一點 提供大家做參考 張傑你怎麼看 張傑都是從產業面來 趨勢面來懸鼓的 你現在看的趨勢是什麼 是的 第三代半導體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 所謂第三代半導體 那就是所謂的碳化系跟淡化架 那第三代半導體 其實劉央偉董事長他說得很好 他說有可能是台灣的 第二座的護國神山群 所以第三代半導體 我在這邊拋磚引玉 有幾個集團已經開始琢磨布局 第一個是環球晶的這個 紅城環球晶的這個集團 第二個部分是這個 包括像這個鴻海集團 還有所謂的這個漢明集團 第三個部分其實在於 這個盛新材料跟太極 也就是廣運跟太極 三個集團 那我們今天講一個漢壘 它其實已經佈局 這個第三代半導體 超過這個十年以上 對 所以我們看下一個 這個第三代半導體 這個股票給觀眾朋友一個口訣 所謂創新高就是最強 漲最多就是主流 大盤其實還在這邊糾結 稻窮或是其他的國際股市 可是為什麼隱隱約約有一個族群 今天還碰到掌聲 它已經爆量這個 不管是法人買超 或者是所謂的相對位置在創新高 就是這個第三代半導體在於 例如說我舉特斯拉 那麼多公司為什麼是這一檔 因為它佈局最早 當然它的這個母子公司 這個佳金 甚至是上游提供它這個 矽晶遠的環球機 還有這個鷹菲林也是在這個 第三代半導體的原件 琢磨很深 那我只是給這個大家拋磚引玉說 這幾個族群裡面 那它因為在財務面的改善 跟這個技術面跟籌碼面的一個優勢 都顯現 所以應該是說 我如果每一檔都講 等於沒有講 對 所以我挑了一檔 我覺得特別好的這個漢 給觀眾朋友做一個 這個深入研究的一個標準 那怎麼樣去操作呢 現在建議 因為波動蠻大的 是的 人家很怕一追高 沒錯 基本上幾個買法 例如說你在低檔打底的時候 採用532買法 先買五成 那在相對高檔的時候 你可能要用這個 2224的一個買法 2224 就是你先買第一筆這個兩成 確定賺錢了之後再買兩成這樣子 這是JESITY FORMO的2224法 對 所以給各位觀眾朋友 做這兩種買法的一個參考 跟教育策略 OK 好 謝謝張傑 我們今天提供的這個 全方位的這個很多資訊 更多大家來參考 那麼希望大家也可以在這個 目前恆大風暴的狀況之下 我們繼續來持續觀察下去 中美的關係又會如何演變呢 下個禮拜再持續 就大家一起來開趴囉 拜拜 中美的基本子 中美 東海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